我有一个童年的梦 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个堕落的过程 惊心动魄在意识的深处 觉得掉下去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个噩梦伴随着我整个的童年 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 醒来仍然在害怕 不知道自己要掉到哪里去 我还经常看见一个色魔在后面追着我 我疯狂地跑 生怕被他追上 隐约中我知道 如果今生找不到修炼回身的法门 我就会被这恶魔追上 在人世的道德败坏中 堕落无底的深渊 真的是怕极了 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恐惧感 刻骨铭心 常常跑着跑着 从梦中惊醒 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 我对神佛有一种莫名的向往 很小年纪就开始寻名修炼的法门 一次 一个和尚来我家 说要集资建庙 大人都不在家 我把自己占的十块零花钱 全拿出来给那个和尚 他送我一张菩萨像 我好高兴啊 我母亲回家的时候 我兴高采烈地拿给他看 他训斥了我一通 说那和尚肯定是个骗子 我却觉得自己终于和佛法接上了缘 没有什么比这个再好的了 我曾经一度梦想着长大了去寺院当个尼姑 向往着清静庄严的修炼场所 还留心过珍妮学院的招生广告 上高中的时候 老师说同学们将来都想做什么 有人说当工程师 有人说当科学家 音乐家 我却说我只想当一个政治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师父说天上掉下来的生命 过去呀没有一个能回去的 人类在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迪也讲过 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一个能回去的 1991年 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才15岁 人们说我是那个城市的高考状元 是个神童 但是我却没有想要念个什么能占钱的专业 将来找个什么好工作这样的想法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 报考了哲学系 因为我希望多读书能解开我人生的迷 人为什么活着 人要往哪里去 人应当怎样活着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1992年的夏天 我突然觉得一定要去找一个气工师 不知道要找谁 就翻广告 看哪有人搬搬就去 坐车走很远 可是一个气工师也找不着 师傅从1992年开始传法 可是我由于机缘味道 找不到师傅的学习班参加 后来我常为这件事感到难过 找不到气工师 我就决定到寺院去看看 我去了河北石家庄附近一座 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代寺院 那个寺院没有三门 门口坐着密勒佛 一个导游说 那个庙门被寄工搬到开封去了 开封有个庙 进了门没有佛 而这个庙却是有佛没有门 当时庙里有很多游客 我闲吵就走到侧面 一个扫人的偏店 叫法轮店 店门前的牌子上写着 法轮常转自动不息 导游说 这是经代的一位高征留下来的 他将庙里的和尚24小时 轮流推动一个木座的法轮旋转 一刻不停 他说如果有一天 这个法轮停了 世间就会有大事发生 上千年来 庙里的和尚 一直按高尊的要求 日夜不停地推转法轮 无论战争 还是改朝换代 都没有停过 可是在文革中 和尚被赶回家 所以这个木轮子就停了 导游认为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 是职文革 我却觉得一定有比这还大的事 这么一座庄严的寺院 这么多和尚 上千年来 认认真真在做的事 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 1992年7月 我带着这个疑问回到家 却意外地发现 我家的一尊玉石的菩萨像 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了 好像什么东西走了 我非常惊奇 我上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 在中国佛教史上课 教授讲 释迦摩尼佛说 他的法到末法时期 就渡不了人了 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的末节时期 我非常震惊 如果佛法渡不了人了 那我怎么办 这是不是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啊 还有比这再大的事吗 于是我经常琢磨这件事 有一天我想到 在历史上有很多神迹 神曾与人同在 为什么近代听不到这样的事了 是不是神不管人了 如果神不管人了 那可就没有希望了 那我活着干嘛 想着想着 我一个人伤心地大哭了起来 在那之后 我隐约知道了 未来21世纪将有一种新的宗教流传 传法的人会穿着普通人的衣服 讲着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 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再后来 在佛教史课上 我了解到释迦摩尼佛讲过 在他的法不行了的时候 天体中会有更大的佛 转更大的法轮 这又多少给了我一些希望 这之后 我四处寻找 研究了许多宗教 求问名师 结果是一无所求 还弄得身心俱备 1996年2月一天 我早上起来去 莫名湖边跑步 看到一个人在打坐 另一个人在练盘腿 还有一个人在读书 我一走一过 听到那个人正读到 转法轮第三讲 我一听 就觉得这里面有高深的法力 就停下来 问他念的是什么书 他说叫转法轮 我一听转法轮三个字 浑身一震 我联想起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 我意识到这是在 释迦摩尼佛的法不行了的时候 转大法轮的佛来了 那位同修请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 当时他们因为场地的限制 每周末才放两讲 我觉得进度太慢 就自己请了大法书 夜里宿色西灯了 我一个人在走廊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 读到第八讲 随练功随得功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过去的所有修炼 都是修复原神的 这真是千真万确的 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人类 从未听过的天机 我家里有许多气功书 我自己也接触过许多宗教 可总是有许多疑问解不开 当我拜读大法书的时候 好像一切问题都明白了 师父说上士文道 勤而行之 我想这谁不想当上士啊 这么好的功法 谁都得一修到底 得法之后不久 辅导站安排我们看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录像 说可以想一下自己或者家人的一种病 我就想到自己的一位长辈 常年有牛皮癬很痛苦 这之后我做了一个梦 很真切 看见他和他弟弟在一起说话 一个白色的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 从他那儿跑了 之后他的病就真的好了 一直到现在也没再犯过 我得法之后又做了一次童年的那个梦 在梦中我刚要往下掉 就被一种力量给稳稳的拖住了 我那个高兴啊 我知道自己得救了 一次在练第三套功法的时候 我感受到法轮带动我的身体 飞速的向上转 我感受到师父对我说 我带你到宇宙的极上去 我感受到宇宙的极不可思议的遥远 遥远到可怕 我一害怕 立刻就停下来了 我知道我是真的在回生了 通过学法我知道了 过去这个宇宙中的生命 从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一个能回去的 今天大法红船 渡我们回天 这是创世以来从未有过的珍贵机缘 师父说 我李洪志讲出的理 是千百年亿万年 不管随渡人 不管有多少抉择下事 不管有多少明物真理的神仙 都没有讲出的道理 为了这一刻传法 师父从久远的年代就在安排 身身世事都在看护着我们 这个过程经历了亿万年 写出我的这段经历 是为了告诉您 法轮大法是在末节时 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 是历史上各种预言所说的 在佛教的法不行了的时候 来度人的更高深的佛法 希望您也找一找法轮功真相看一看 也许您也会发现 这就是您生命中 一直在等待和寻找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